大家都知道世界警察是美国永远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那么作为世界警察保持一支世界第一大的军事力量 那一直是美国所追求的 那么在美国这个体系下 怎么选拔军官的 他们是怎么保持战斗力的 或者是平民的孩子 当军官有多难 咱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因为之前很多朋友一直让我来讲一讲这个 而且我看网上对于这边讲的也不多 几乎没有什么资料 现在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 那首先呢美国的人才选拔 这种军官选拔 它是分成几个体系的 具体呢就是分成那么五大顶级军校 这五大顶级军校分别是哪呢 西点军校 美国空军学院 这个位于科拉多州 然后还有什么美国海军学院 美国海军专业学院 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 其中美国海岸警卫队呢 主要是培养这个预备军官人才的 但是他也是顶级学校中间的 一个然后呢 他下面还有一堆准军事大学 什么叫做准军事大学 这些是为国家培养一般的国防生的 那么他这些呢设立有专门教军事的科目 也设立有其他的科目 那同时呢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读了两年了 你可以选择我不继续修军事了 我可以转成比如说我读别的 我读法律 读这些也都行的 然后下面呢还有第三级 第三级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预备的军事的高中 我其实以前在纽约啊 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姊妹学校啊 他们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军事高中 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去当兵 他们也是教正常的课 你正常可以去上 但他里面有那么几个班 然后有那么几个课程 是专门为将来这家里想送孩子去读军校准备的 然后他们按照当兵的去会有一定的训练呀 然后会有从高中开始就接触很多 军事门类的这些东西啊 我现在说的这些呢啊都是军官 而且啊在美国啊 他是怎么选拔的特别有意思 你比如说啊 很多人认为在美国最牛的学生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哈佛啊 应该是耶鲁 应该是MIT 其实不对啊 在美国你上一个名校 人家只会觉得你厉害 但是美国最不缺的就是名校生 在美国最厉害的是军校生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做过一个统计啊 就说如果你说哈佛很厉害 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话 那么顶尖的军校 五大军校的军校生 那就十万里挑一 而且美国由于重视对体育的这种教育 那么他是这样挑的 首先你得品学兼优 其次你得体育非常强啊 最好是学校的这种什么各种篮球冠军啊 棒球冠军啊 网球冠军啊 就类似于这种 或者你体育综合分非常的高啊 第三点啊 你得有重量人物的推荐信啊 比如说国会议员推荐信 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了寒门去当军官非常的困难 那很多人说 哎那这个会不会变成一个寒门向上通道的阻碍 会 但是呢 寒门当军官在美国并不显见 只是说呢 你寒门当军官 比如说你 我要想拿到国会议员的推荐信 我就有朋友拿过国会议员的推荐信 但他不是上军校 他怎么拿到呢 因为美国有很多的这个国会级别的立员 他们的办公室会定期的去招一些义工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应聘这些义工 只要你聘上了 哎你就跟这个议员熟了 而且你作为 如果你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人家也会关注你的成绩 哎人家觉得可以培养 那帮你写一封推荐信 将来 那那人家结一个善缘 人家也愿意啊 有点像中国汉朝时期的查举制 世家大族或者朝廷里的宰相啊 推荐一个平民的孩子当官 就看重啊 你有这个向上的通道 哎这个又是一个平民向上的方面 然后呢 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直接去参军 但这种参军呢 一般来说最多你就做到士官啊 但是呢 做到士官以后 你还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呢 就是你可以读大学啊 读大学以后呢 哎你可以转成这个一线的军官 还有就是说啊 你可以 就你不 你不读这个士官了 对吧 你你这个士官当够了 你就直接去读大学啊 步入社会 他这个整个社会啊 对于军队 他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 比如说你当过兵上大学 不要钱 你买房子啊 零利率什么 零首付或者是啊 类似于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啊 各种的单位啊 优先啊 招聘这个啊 当过兵的 哎他都 他不管是平民 或者是军官 他都有这样的一些待遇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 最典型的例子 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是哈佛的法学博士 然后还在耶鲁上 我忘了 反正他研究生是在耶鲁 要么是在博士是在哈佛 忘了他具体是什么 这咱们这儿的妥妥的人中龙凤了吧 对不对 但是他后来到海军专队服役 那就只能从事官开始干 由于你接受过大学的教育 你可以转成军官 但是他最后干了六年 打六年伊拉克战争 他不过也就是升到少校 最后也就升不上去了 然后就退役啊 回来竞选议员 竞选州长 那可是人家就说 那这中间有没有些潜规则 或者什么呢 哎我告诉你 美军的潜规则啊 一直是很多的 比如说 你如果是最顶尖的五大军校毕业的 尤其是像西点啊 空军学院 海军学院那些毕业的 那么你的啊 只要不犯错误啊 你只要是按照正常的年限晋升啊 你是至少能做到上校的 知道吧 哎 这个是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秘密 那如果是你中途翻车了 那就没办法 那你就翻车了啊 如果是啊 你不是这个毕业的 你是一般军校的这种国防生 一般来说啊 你能当个校官啊 就差不多了 但是你如果是从底层士官读上来的 是吧啊 你说我穷啊 最后打成了士官 打成了士官以后呢 我又去读了大学 对吧 读了大学 我最后转成了军官 那行不行呢 也行 但校官就到头了 上校几乎没听说过 中校凤毛麟角 少校啊 已经是做的非常不错的了 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美军里面 它是有一套严格的这种啊 体系限制你的 但是你说 我平民家的孩子 有没有可能当到上校 你比如说日益 以前出过一个啊 是吧 上校啊 他爸也不是当官的 他家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多权势啊 诶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呢 他这种就属于 首先你得是顶尖的军校生毕业 这次你还得很有能力 一般来说呢 你五大军校毕业的毕业生啊 你按照年限进生 最后你能当一个上校中校 但是如果是你很有能力的话 那是可以啊 被着罢为将军的 因为美国嘛 对于军队 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他总打仗 总打仗呢 那他自然一线 他就需要一些很有能力的指挥官 你就比如说 为什么一线这些士官 你一旦啊 就是有大学文凭 或者本科文凭啊 他让你会 让你转一个低级军官 就是因为 你既然你 你你读了大学了 对吧 那你又在一线啊 你又有这么多年的士官经验 因为士官主要是指挥作战的 因为美军都是小团体作战 哎 你就可以变成一线的这种指挥官 因为指挥官嘛 他还是需要一些管理能力啊 这个各种的专业素养的嘛 对吧 而且在美国他的分工特别有意思 比如在美国陆军 美国陆军其实有点像治安兵 就是他主要是负责助手这个地方的 你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看美军出去打仗 重大的战役都不是陆军打 急先锋先头的部队 全部是海军陆战队 所以说海军陆战队里面啊 他的由士官上来的 这个这个军官也是最多的 海军战队美国大概有二十几万人 所以说海军战队里面 由士官转上来的军官大概占六成左右 那你其他的陆军那就不是了 陆军主要就是靠这些军校生 就是这些权贵生 底层的人上来呢 如果你非常努力 非常优秀 非常出色 你也能当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位置 这差不多就是美国的一个现状了 有人说 那平民能不能当兵有没有限制 平民当兵没有限制 美国是求诊区 只要你够16岁 只要你的这个文化课国官 就是高中毕业 然后你的各种的东西过关 你就可以去当美军 当然要有一个合法的美国身份 以前是17到40岁 陆军 陆军的年限是最宽的 可能空军和海军得是28岁 还是30岁以前 它是这么一个限制 而且你在去当兵的时候 它是给你的待遇很好的 比如说 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 这一个月的休假 你全球休假是美军买单的 平时你的花费 是美军给你一个信用卡 然后让你去花费 这些也都是有的 然后所以说 你等于是部队发给你的钱 主要就是 你吃饭也不要钱 睡觉也不要钱 然后其他也不要钱 剩下给你的钱 就等于是你平时消费用的 可是你说美军的这套起义 它的缺点在呢 它的缺点在于 有点像明朝的军户制 或者有点像隋唐那种 贵族兵门阀制 你知道吧 就是你整个的军事家庭 他代代都当兵 比如说爸爸是上校 儿子还去当兵 对吧 然后世世代代代 他都是军官 首先是军官 你能拿到相应的推荐信 其次呢 你家庭有这个素养 然后你又相对来说 因为外国嘛 就我们老说 有一种东西叫做歧视精神 其实歧视精神 说的不是说 你这人多绅士 跟这个没有关系 歧视精神就是说 你家代代从军 就有点像咱们过去 那个军户 知道吧 其实中国历史上 也有这个阶层 就是你代代从军 然后完事了 他是那种贵族兵 然后去当兵的时候呢 秉承我爸 我爷爷 或者怎么怎么回事 然后但是美国的军官 跟士兵的隔阂 是非常大的 想从士兵干到军官不容易 我说从士兵干到 中层军官以上 干到基层军官不太难 干到中层士兵以上 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军官有军官的俱乐部 军官也不跟士兵住在一起 军官有自己的团体 军官有自己的组织 全部都是军校生 统一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品学兼优的 家庭条件很好的 那人家这有一个强大的群体 所以说 那造成了整个的 这个美国社会 它的官和兵 是分开的 而且美军的里面 也有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 有些是从社会里招来的 有些是 因为以前的这些少数民族移民 比如说 我被纳粹迫害 是吧 跑到了美国来 或者是 我是一些非法移民 跑到了美国来 但是都是上百年以前的事了 或者几十年前以前的事了 或者是 我们家族 是吧 当年 跑到美国来 然后美国不要我们 但是为了美国要我们 我们跟美国政府 是吧 签约 我们美代要出一个男丁 去当兵 现在女的也可以当兵 然后或者如何如何 所以说 他一层一层 是一个非常紧密的 一个团体 他是靠这么一层选拔的 所以说 他的军官出现平庸的概率 很低 因为他是一个精英选拔制 你知道吧 他是把全国 忧中之忧 家境又好 受过教育又好 体育又好 各种东西又好 那些选拔上来 很多人说 那不就是权贵的孩子乐园吗 美国 那你说的这个 也不完全对 为什么 美国最不缺的就是权贵 美国最不缺的 也是有钱人 所以说呢 权贵的孩子要进去 也得在权贵的孩子里面 是极为拔尖的这一批 而且美国 由于他保持 常年保持一个临战状态 所以说 所有的这个军官呢 他都要轮番的 这个上前线 他都要轮番的 这个去见识战火 也导致了他这种 所谓的这种 军户体系 他不会垮台 他不会崩溃 导致了他这一代一代的 战斗力传承下去 所以说 美国有朝一 他一旦不打仗 他这些军队的 无所事事了 就有可能就变成 社会上的一大害 而且呢 他的这个军官的 这个执行力 包括各种的方面 也会直线的下滑 他就是这么一种可能性 我类比一下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你的孩子如果考上了清华 你不让你的孩子 去上清华 你让你的孩子 去选择去上军校 在美国是绝对 会让孩子 去选择去上军校的 因为军校 比民间的这些 跑大学 都要有荣誉感的多 都要强的多 都要厉害的多 这就是美国人 心理的看法 所以说美国 他是几方面 一个是他的选拔制度 他把人这样分开 然后他有一个 坚实的这种 所谓的军官阶层 所谓的这种 士兵的这种 类似于军户的阶层 然后他又大量 从民间吸收一些 这个高科技的人才 这些一线的 很牛的大学生进来 然后再加上 他的晋升体系 比较灵活 再加上他 常年处于临阵状态 导致 他一直保持了 这么一个规模 而你说美国军队 有没有裙带关系呢 凭关系上任呢 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你家当然 你有关系 你的爸跟 哪个哪个将军是bro 肯定要比 是吧 你爸跟隔壁老王 是bro要好得多 对吧 所以说这种东西啊 他就是一个 阶层的问题 美军他怎么选拔人才 说到底啊 他就是把人 分成369等 但是他把人 分成369等 是一方面 但是在这方面里面 他是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 对吧 就比如说汉唐的时候 其实当兵呢 包括军官 也都是贵族兵 然后他也能吸纳一些 基层的军官上来 就是比如说 你很有能力啊 比如岳飞 是吧 他家也不是北宋的这种 世代的西北的将门家 他家也不是虫家 他家不是刘家 他家也不是姚家 他就是一农民 还是向周寒式的店户 对吧 但是就凭能打 32岁就开府见节 他有点像这个 你知道吧 但是大量的高层 还是被这些人所把持着 再加上美国人上午 那他的这个战斗力 就可以得以延续 那行了 这一期呢 就具体跟大家讲到这 基本上讲一讲 美军 他是怎么保护自己的战斗力的 他是一种什么人才选拔制度 他在民间是怎么看这些东西的 那行 那这一期就讲到这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 再跟大家说 这期就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